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大嶼山的平州 來到平州當然要走平州最出名的永安街 這條永安街一路向前走也有不同的店舖 就像一個市集一樣 再走前一點就看到這個牛皮廠 這裡是非常有特色 也很有藝術的感覺 大家可以來拍照 這裡的天花板是用一些茶餐廳的指標來做的 這裡也有一些照片 裡面也有一些畫 這條柱掛著一些服裝店的人偶公仔 看起來也很有特色 上面就被單車的車輪覆蓋著 後面就用了一些風扇的蓋 整條走廊就是這樣 旁邊有一條柱是佈滿了以前懷舊的電話 再走進一點就看到有很多獎牌 也都有一些用鐵來做的機械人 牛皮廠的附近也有一個小小的花圃 這裡還滿了花 看起來也很舒服 我們繼續向上走 我們繼續向上走 上到這裡就是好像用了很多垃圾來堆成的一些藝術品 例如這個就是用很多爛的來做成的 前面有些用廚具來做成的鼓 大家可以在這裡敲一下 當是惡氣 這裡凌空掛著一些傘 再走進一點就看到有很多鐘的一面牆 這些鐘全都很懷舊 都發霉了 但是也是很有藝術感 這個位黑黑白白 是一些街上的圖 也寫著這個平州永安街 大家可以在這裡拍張照 留個臉 先看看 哇 這裡的海都拍滿了的漁船 而這裡就是碼頭 還看到一架水景船 好了 我們現在出發去平州一個很出名的地點 就是烏龜舍 距離碼頭都有一段少許的距離 這裡的海景真的很漂亮 咦 看到迪士尼的三間酒店啊 如果想看回我去探索家酒店的影片 可以看回螢光幕右上角 這裡可以看回平州 好了我們來到烏龜石了 那 這裡是一個少許的石傘 所以大家下來的時候要比較小心 那邊這一塊就是烏龜石了 它的外形是不是很像烏龜呢 這裡的海水也挺清潔的 如果大家想走近一點這個烏龜石去拍照的話呢 一定要經過一些這些石頭 要爬過去才可以拍到這個烏龜石的 平州都有環水道可以搭去不同的尼島 那我現在就來到長洲 那簡單就拍一些片給大家看 好啦我們這段影片來到這裡 喜歡就給個like share 給朋友 和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